碧桂園十里银炭 惠州最大海景欧院 而且是唯一拥有香港市区 直达业主室套巴士 每天下楼第一步 即可踩上黄金沙滩 享受海边日光荣 现时千尺楼黄单位 直望大海盘日出 港人可以做香港直泰 更多关于楼盘配套及资料 可以继续详细了解 美好湾区生活 首选行危置业 欢迎来到我们 九龙太子展销厅了解 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位置 就是十里银摊现在卖的楼 直望出来的大海海平线 海岸线 而且现时也看到 这个沙滩 是属于碧桂園管理的 是非常干净 非常好玩 而且现在卖的单位 这个碧桂園十里银摊 它有的单位 就是现在的楼黄 直望海景一线单位 1200元呎 上车 正装修 拿包入住 十里银摊 而且还有它自己的一些商业配套 还有一些街市的民生配套 还有我们的社区医疗配套 不单止有我们的高层大平层 还有我们的一个别墅单位 今天介绍的户型 有我们1000尺到2000尺 不同的户型 我们即将会上到实体版房 看看 我们现在 可以了 可以换衣服去玩 拜拜 上去看看 现在我们的位置是61栋 对 61栋 那有什么单位呢 我们这一层就有两个积 一个是115 一个是149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115 先看这个最小的 没错 进到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原版家 我们刚才有介绍到 它的一个层高就是一个米 我进到这里很空旷很舒服 因为它是315层高 没错 315层高一进门口对着 好像幅画一样 是不是假的 是的 而且我们如果把这个 拉开 是非常通风的 试试 是的 但是它是单边 不是南北对流 不是什么互通 都依然这么通风 单边都这么通风 这个是最少我跟大家说 因为我去过这么多楼本 以我的经验来说 正常 它不是南北通透 它不会一开门吹消风 但是 可能它是近海边 因为我们这个是东南向 我们在几楼 五楼 五楼 我们现在在东南向 没错 五楼这么高 因为我们有架空层 它是建在半山上面 半山上边 真正的半山豪宅 下面前面就是别墅 没错 这里1234 那里是一楼 是的 那里是一楼 一楼下边 一楼下边都已经价空 如果按层数 起码还有大概四到五层的高度 下底是什么 车库 车库 两层 两层车库 我隐约看到车库 看出是海 是的 你持着车都看到海 我可不可以不买楼 买车库 我睡在那里 真正的农床位 都是望海 你无论人到家 或是你的车库 大家一起望海 这些便可以一起享受 这个单位是这一栋最小的户型 没错 看出最小的 其他户型会否更好 我们这里的每个户型都是无遮挡 全部无遮挡 没错 望海 五楼 第二楼是31 还有这个户型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这个户型是东南向 视野是180度 我们既可以看日出 日出这边 东向 又可以看日落 日落 一个露台 看日出 看日落 日落就快 因为现在是下午 我一会看看 可不可以 我们的航拍 或者我们 随手拍出来 可不可以拍到咸打瓦 还有这个露台 我觉得不单止景色 它也很大 是的 因为我们这里 你豪宅 那怎样豪呢 那一定要有些特别之处 我们的露台 你像这个115平 它是最小的 都已经那么大 如果我们等一会见到200平 长度10米 有没有见到接近10米的露台 首先 200平 可能买不起 这个我暂时说可以搞定 但是这个露台 它多大呢 它的阔是2米3 2米3 2米3乘6米8 这里有106尺 107尺左右 是的 如果我 其实这里可以 但可以更多一间玻璃房 我可以 完全可以 在这里整个茶室 或者 完成一间书房 什么都可以 我又看着海 我又可以疏忽到 因为我们平时 如果我们一些海边的单位 就像我们香港朋友 很少回来 可能 但是我们要保障单位 可能打风下雨 我少回来 我可以叫我 我一定叫人上来看 不可以叫我 如果风玻璃 我稳固一点 可以的 可能景观 就没有我们 那么 通爽 但是安全性高一点 没错 都可以的 再看里面 再看里面 因为我第一次看单位 我直接 pass了前面那些 我直接去露台 没错 先收回心 其实我们看 它内面 其实都可以的 它客饭厅 都很大 多阔 我们开间是3米8 都有3米8 接着它单位 好像是两边开 没错 这边两个 这边就一个 这边就是主人房 这边是主人房 看主人房 没错 这边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进来 就做一个衣柜 到时交标 是包装修 对 包装修 好像你站在主人房的洗手间里面 全部都是交标 一模一样 电子码筒 是我们是智能码筒 智能码筒 交标是智能 对 也有 所以交标就很高 所以 就算我买一间 那么漂亮的海景单位 我都不用自己花那么多心思设计 我们有知名的设计员 没错 帮你设计 像这个 我们这个窗台都是不计面积的 送的 平时坐在这里 再弄一杯红酒 人生奋斗的意义就是这样 可能我想 奋斗的最终目标 对 没错 一来到我就想坐在这里 为什么 我想感受一下有钱人的生活 好的 那这间床上看出来已经看海 还有床头摆得很广告 是的 床头摆在这里就证明看日出 没错 是的 厨房 真是很棒 即是房间已经空间不用说了 做得豪宅的空间肯定足够 是的 然后 原来那里有个位置 厨房 厨房 是的 看完先看 厨房位 是的 厨房现在看到 基本上都是交标来的 很多一些这样的海边单位 或者围厂一些那么漂亮的单位 厨房可能做得很小 因为有很多人是度假为主的 但是他可以做到比你这样 我相信他多数可能用来真是 高端生活去居住为主 里面是否什么都搞定 是的 那我们里面的衣服 全套都已经齐了 而且是通燃气的 通了燃气 是的 没错 OK 看完先 这里有两间房 是的 没错 两间房 哇 客房而已 是的 客房那么大 这个设计的话 这个客房的长度会比较长 四十多的一个长度 够了摆东西 然后他也有窗 是的 也会有窗 虽然窗不是很阔 但是他都可以看到海景 是的 你过来 这个位置都可以看到海 其他楼盘或者其他屋苑 有少少已经很棒了 这个位置是最小的位置 看到海景 但是也这么漂亮 哇 接着这边就有一个供位 没错 还有一间房 嗯哼 其实供位都很大 是的 里面全部都是有的 干湿分离 还有一些 干湿分离 搞定了 所有东西都合适 有些烟尖 马桶 嗯哼 这间房就会反而小一点 这个就比较特别 这个是通露台的 睡醒觉 只想出露台 摊一杯咖啡 落地玻璃 通露台 直望海 直望日出 側边就望日浪 是的 而且对面就是湘烟湾 纯辽湾 对了 对面就是信尿湾 哦 那我们这个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既满足了我们对生活的朝向 我们都是东南或西南 嗯 还有理由是看 如果你好像信尿湾对面那些 他可能就 现在的话就 西斜的话 是的 会比较厉害 会直射 没错 但是我们不会 对了 这间单位 大概多少钱 周先生 那我们这个单价是18000 总价大概205到210万 当然我们现在为了回愧香港街坊 我们现在有针对于香港的一个优惠 怎样针对怎样优惠 那我们现在的优惠就接近三十几万 总价172万左右就可以拥有一套这么正的单位 总价172万左右可以拥有 一进到直奔舞台望海景的单位 没错 是的 而且是装修好了 是的 带上装修 两梯三户的低密度 是的 这个是不是我说的 低密度里面是最小的单位 是的 没错 如果说你想要一间 直望一线海景单位 你又觉得不需要太大的 其实这间单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没错 重要的事先说三次 非常好的选择 是的 或者我们再看看其他 因为我觉得这间单位已经够漂亮 我不看其他不行 再看看 好的 这个是149平方 是的 有什么不同 这个是南北对流商露台 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环 那就更扯封一点 是的 这个是四房的 试试 没错 我们这个就做了一个交标 哦 交楼标准 没错 这个电子密码所有的 是的 我们一个降化的防火门 五合一的一个指纹锁 可对视的系统 还有这个就是交标 一进来整间单位 比我感觉很大 是的 没错 进来这里就有一个客房 或者可以做一个书房 看后期自己的布局 客房书房 嗯 这个位置的话 它有没有什么赠送的面积 或者什么 飘窗 你现在看到飘窗位 它是全赠送的 没错 然后就看里面 对了 看内缘的 看内缘 内缘也很漂亮 不是说海景的话 它这个内缘已经完成了很多楼盘的地方 是的 没错 因为它不是说遮挡的 没错 又说是 又在网络水 嗯 先看看 哇 那这个就南北对楼 这个这么大的客厅 是的 那我们的开间是4米5的 4米半的开间 正方形 真正的方方正正的客厅 没错 那这里就是超大楼台 超大 比刚才那个更大 哇 这个简直又大又阔又长 对了 没错 接着 它也是直望大海的 因为呢 我们这里是一个施工的位置 就是那个施工厘子 就是平时那个施工装货 刚好是在这里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直望大海 没有任何遮挡的 看到 有些可惜的就是它正在施工 我们不可以直接拍出去给人 是的 其实如果我往上看 有没有差不多的一个景 有 那边的观看还很正 那待会看看可不可以上去 你带我们的施工 是的 这个位置大概有多长 7米多 7米多长 是的 你刚才说还有一个10米 是的 那个是200平 7米多已经这么大 还有一个10米 不得了 那个话就可以在这里跳巴黎舞 跳巴黎舞 可以在里面打关斗 没错 打冰箱也行 你放在冰箱也行 还有我注意到这个位置 到时交楼 我们后期交楼就像这些 小鱼家车 是的 暖色系 也没有这个会议板 如果你要那时才做 没错 那厨房里面 厨房三件套 我们用的都是方泰的一个品牌 即是国内的一线品牌 是的 这个厨房反而不会太大 但是我觉得是足够用 没错 然后这里是伤闻冰箱 是的 那这里画就是生活露台 很扯风 我我我我我 一一一一一一 两开可以看看我 它连车都飞了 这个位置刚才不开门 都没有觉得这么大风 一开这边门直接扯了出来 这个就是南北队 这个就是优势 然后这里看后面就是望花园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平时下楼散步 就是下这个花园 是的 因为这里是我们CCDI设计 它设计就是现代简约风 所以看下去会比较大气 是的 还有大家看到 现在我觉得应该今天气温有三十一二度左右 差不多 但是你看下边的船 你拍给大家看 看到住在海边有几爽 几个人 这么高的气温 但是我在这边都觉得这么凉爽 这么舒服 你不会觉得很高 不会满热的 是的 不会觉得不通风 情长气那种感觉 是很舒服的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单位 这种感觉 更加适合我们平时一些 可能退休的人士回来 是的 真的去享受的 没错 去亲近一下太自然 不会说在城市里吸气 现在空气环境一定没有那么好 是的 这个就是 这个也是这样设计 也是通路台的 这个设计 比较特别 所以如果不是外面有网 这房间看出去就是 直落地玻璃 直往大海 望日出 没错 也是东南向 也是东南向 对 这房间的对面就是公共洗宿间 这个公位 是的 所以它的位置 其实它可能是有些位置是做得很豪 嗯哼 像我厅那样 我喜欢这种 没错了 因为它每间房的大小好像都够了 嗯哼 它都不会觉得小 这个就是又看花园 主人房这里 哦 它没有做过施工棚的话 这个镜头 可以先欣赏一下观看 直接给大家看观看 不要看观看 直接看观看 这个看出去的话 全部都是海景 因为露台这边 右手边画 它有这个施工棚画 挡住了 如果不是的话 就非常漂亮 不用坐在Toyota看日落 在这里看日落就可以了 是的 是的 好的 这个位置 主人房的方向 是跟露台在一起 没错了 同一个朝向 同一个平面 所以露台有七米多 更加震恙 没错了 而且你可以出去感受 海风吹过来 撲命而来的气息 然后它这个位置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就是一个公园 是的 因为它特别是 我觉得海景已经是 可以忽略了其他一些 比较平常的位置 那这一班位大概多少钱呢 这个好像我们这个 我们正常的售价 大概是260万左右 哦 260万 但是现在的话 都是 对于香港街坊 都是有一个好位的 嗯 那么具体的话 要看楼场 大概下来的话 230到240左右 哦 就是又便宜230万 是的 刚才你说260万 我计算一下 好像也不错 是的 现在你说230万 240万 是的 更加不错 是的 而且它比刚才的115万 它更加完美的是什么呢 南北对流霜露台 是的 就是它在单边位置 是的 这边的私隐性更高 以及舒适性更高 嗯 没错 那你刚才说的10米露台 我一直心挂挂 那个单位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现在事不宜遲 去看看 看看 OK OK 周先生 那你终于肯带我过来看这个 10米露台的单位了 嗯 那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售最大的积极 193平方 那我们的露台呢 只在阔度 都已经是2米6了 190几方 是的 入门口之前我已经发现了一个豪宅的标配 紫墨墨 是的 也叫张军墨 张军墨 看我拍视频我拍得多的就知道了 没错了 一般都是一些高档的住宅区 或者是一些高档的单位 是的 再做一个风水阵的位置 给大家可以摆到自己的风水阵 嗯 那我相信 有得差不多钱的都应该会信 对吧 那两边开的 是的 那这边我就会有一个套间房 套间房 嗯 嗯 这个位置呢 平时你可以珍藏自己的红酒 或者一些珍藏品都可以的 这个位置 是的 然后先看看这里 套间房进来 先看看我们 因为房间的话 它有四间房 这间是其中一间套间 嗯 没错了 然后应该是长辈房 对了没错了 里面卫生间都搞定了 嗯 没错了 咦 洗澡望海 是啊 对啊 洗澡望海 一边洗澡望海 不怕有人看 嗯 没错了 不怕有人看 那来到这个位置 又不用拍我了 来到这里 拍外面 外面 这个就是露台 是的 这个就是露台 十米露台的其中一部分 嗯 如果我想做大间房 我只能打出去 是的 没错了 已经是露台了 没错 那我们回到客饭厅那里 露台我们要有一个仪式感出去 嗯 如果不是对不起它 那么漂亮的观景 和那么漂亮的观景 没错 那同样 这一座也是 也是传统的一个南北对流户型 哦 南北对流 也是南北对流 但是它的八九方呢 首先说八九方 它的一个厅 好像跟刚才八五方左右 是差不了多远的 刚才八五方的就是四米五 这个四米八 哦 四米八也是 三十公分 三十公分 没错了 在这个厅里 大家就喜欢怎么办 怎么办 没错了 最重要的 过来看看 这栋门 这栋门 双层的 是的 够了厚实 当然了 这个要抗台风级别的 有没有抗到几级 因为来湾它基本上 完全够的 可以说你几级都可以说一下 它是达到了要求的 是的 哇 喂 出到来 这个楼台 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都 因为我自己没住过 所以我 说不出可以怎么用 但是 非常多的幻想 我相信是的 我相信我们 如果有香港街坊 住过那些这么正的单位 你就知道这个这么大的楼台 可以用来做什么 我是不是行得到 它这里才是进口 是的 所以这个楼台 我多选两间房 三间房 都完全没问题 我可以说是这么大 但不是叫大家选择 没错 他说可以摆到椅子 摆到桌子 摆到桌子 我的脚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楼台 简直就是 好像摆一张椅子 摆一张摇椅子 躺椅子 在这里 望着外面 这个位置有点西南 是的 这个是西南向的 望着日落的景色 是最棒的 没错 如果喜欢望着日落 我觉得你选择这个单位 比我选对 那两个 如果你喜欢日出 那两个 可能就会比这个好 各个单位就不同 而且前面 就看到是 有是毛遮挡 是下边的别墅 没错 所以这些感觉 以前我觉得 住别墅 就肯定是比住高层 爽爽 但是现在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景色 住高层 反而是正好 住别墅 是的 因为高层的景色 完全 完全不一样 完全无遮挡 完全无塞 而且好像周生 你所说 这个是内海 我不用担心 它甚至近海边 台风 内海和内海 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看海面 外海或浪 会起白泡 是 因为浪高 这样打过来 会起白泡 大家看看 内海 浪面 是很小的波动 即波纹 是的 即波光伦伦 是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香港 包括整个广东省 一半 它其实都是 原海地方 没错 你住在香港的天气 和这里的天气 可以说是完全一样 因为它的位度也是一样 即波光伦伦 不会说 我可能住的 真的近一点海 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不会 是的 所以 这个是大环境 没错 你在香港回来住 你不会说 香港不住海边 但是这里直接 是住到海边 看到海 就会湿气重一点 是的 然后 看来饭厅 饭厅 对面就是厨房 这个厨房反而很大 是的 这个厨房 老实说 我如果是博通它做一个半开放式 整个厨房会更大很多 是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厨房的大小 会比客人 比饭厅还要大一点 是的 这个比较特别 南北对流 开了它又很通爽 没错 这个又是王法院 是的 这一间就是最大的 亮点就是 你体验了海 你就看下旅 两边都可以谈谈到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体验了海 我觉得我怎样看海 我也是不厉害的 是的 因为平时看海 多数我在珠海看 但是珠海看海的单位 没有过三到五万元一平 三千到五千元一尺 买不到 所以都是买不起 但是惠州这边 我拿着中山的价钱 我可以买到珠海看海 是的 买到惠州看海的海边单位 是的 所以就很难得 所以就是这么吸引我 惠州看海的 那这边就另外一个客房 这间是其中一间客房 是的 因为单位够大 所以每个房间的大小都足够 是的 而且是三一一五 没错 又是望海 嗯 然后 这个卫生间 这些我不说 这些大家直接看到 交流表上也是一样 没错 这一个就是 我体验了海 可以看看花园的房间 然后呢 空间感是很大 空间感很大 这里呢 就是戏屋 哇 主人房的地方 哇 这个位置 一百九十几平 一进主人房就知道 它多么壮重 而且 多么好 你躺下地铺床 直望出去 整个大海 其实你不用拍我的 这么漂亮的观景 我相信大家都不喜欢看 是 看回外面 这个就是我们主人房 看到的实景 五楼 嗯哼 卖着都是这一栋 是的 卖着都是这一栋 如果我要买这个单位 这个户型 我在一间主人房 睡醒 我就是看这个景 是的 而且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我们平时 可能其他楼盘 它的主人房景漂亮也好 房间怎么漂亮也好 它要拉窗来 为什么呢 对面就是楼 会楼忘楼 私人度会差点 但是我对面有海 没错了 看法也不会在船上 在游艇上 拿个望远镜看我 是不是 我也没什么好看 所以我们可以 开一半的脸 在这里睡觉 没错 睡醒之后 不用下去开脸 不用按电动脸 没错 直接一眼看到 整个波光伦伦的海景 是的 这个就是 而且我们刚才 还有一个楼盘 我们的楼盘 楼盘 我们是每个房间 都会有平安钟 每一个房间 即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房间 都会有平安钟 是的 没错 这个就是豪宅的楼盘 它接到哪里 物馆柱 接到物馆 接到物馆 然后就上来 没错 这个就是保护我们 还有给我们自己一个自身的安全 没错 是的 然后这个衣柜位 是的 两个对开 然后进去哪里 这个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间 其实这里可不可以做浴缸 完全可以 但是因为浴缸 因为它的设计理念 因为内地就比较少 可能别墅或会做得多些 但是这个呢 你如果后期你想放浴缸 完全没问题 是的 因为我看到 首先 那么阔 是的 我被剪了 米八多米九 米八多米九 所以这里的幅度有米八多米九 推 哦 OK 就是见识少 不懂 这里如果打横 是完全可以放浴缸 你打直打横也够 打直打横也够 所以可能如果你需要放浴缸 你就要设计一下 没错了 画一下图纸 可以解决 因为空间够大 没错了 那这个单位 周先生 嗯 2000尺 直望海 10米露台 多少钱 好像我们这个单位 它的原价 310万 我们避养价 现在又是同样 也是有一个促销优 它在楼层 折下来 是260到270 十几之间 那跟刚才的 140多 相差多远 是的 因为它这个做特价 因为它是这样的 面积小 单价会高些 面积大 但单价差微会低些 哦 所以它这个总价 其实一听起来 它不算贵 是的 单价都便宜 记住 260到280 是的 这个幅度 所以它价钱 我觉得如果是 你想住一些 2000尺的单位 你在香港 可能不是住 那么大的单位 但是你回到来 一定要海景 一定要豪华 自己享受 奢侈那种感觉 这个 是的 2000尺 260到280万 包括这么漂亮的装修 没错 哦 最重要的是 10米露台 是的 然后我们现在看了三个职 就是一线看海景的单位 后边 我们也安排了 有两个单位 一个其中就是 后边一些 和这期数最小的 是的 100平 100平的单位 一个高层 还有一个是别墅 是的 没错 那我们现在先看看 好 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一间单位 大概是9楼的 一个2000尺的 户型 那我们现在买的 的楼层 其实都会 再高一点的了 那示范单位 本身在五楼 那我们现在高多四层楼 看看 越高它有什么不同 那首先它这间房 它是可以开出去的 这个锁门 它本身是开出去 露台 10米露台 就在外面 那所以呢 它会给下面示范单位 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视频 会更加之开阳开阔 就莫讲话再高一点了 对不对 那再出来 那其实最主要呢 我来到这间单位 带大家看的都是 它大概不同的一些楼层 它的景观 有什么不同 那所以出来 先回来这里 那不用拍我了 拍下这个这么漂亮的视频给大家 9楼 9楼就相当于平时的几楼 平时的15、16楼左右 因为它是架高了几层 而且呢 地平面呢 更高一点 就不用说担心 会不会打台风 下边的海岸线升高 会不会影响到 完全不用担心 不会影响到你 那而且呢 我们这个景观呢 能看到整个碧玉园十里银滩 这个海岸线 是内海来的 所以呢 只是环境漂亮和舒服 不会担心什么自然灾害 我们前面还有商月湾 纯烈湾 顶住 在外面外海那边 那如果说你现在买的话 这个单位 这个户型 我们有些更高的楼层 就是 比如去到21楼左右 这个单位才是大概几千 二百六十几 二百七十万 所以呢 再高点楼层 更正点 那我们再进来看看 那这边呢 如果我们高层一点的 望花园呢 其实这边 望出去 就又可以望到海了 看到吗 五楼示范单位 那边是望不到海 但是我们再高层一点 我们的生活露台 不单止望花园 我们右边 都是可以望到海的 那条海湾大桥呢 就是会不服用 development 另外两个海边 就是到岑联湾 湘越湾的必经之路 那边呢 就可以望着山景 望海望艳了呢 其实望着山景 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那边再看看 房间呢 有什么景观 看一下 最重要的 看出去又是跟露台一樣的 看海景單位 可能玻璃比較骯髒 但我們已經看到究竟有多好看 我們再去看看 這個房間就是看花園和後面的海景 每間房都可以看海景 2000呎值得你擁有 再看我們的黃牌位置 主人房 如果它不裝修好 主人房一進來就像客廳飯廳一樣大 再加上這裡 不用我多說 這個景觀 我相信很多 包括我自己 一些客戶或者看樓也好 都是夢寐以求的景觀 有一間這樣的單位屬於自己 我相信已經是人生一個很大的樂趣 這間單位的話 這個戶型如果想繼續了解 都可以叫我們 同時不是說這個單位在賣 而是比它再高10層樓 或者10多層樓的單位都有在收 價錢亦都是非常值得賣 這麼漂亮的景觀 這麼漂亮的單位 你又喜歡嗎 我們現在來到這棟是幾棟呢 60棟 60棟 是否說最小的現在賣的單位 沒錯 面積最小也是性價比最高的一棟 為甚麼 因為它現在的單價 是最底的 總價只需126萬 會否說景觀有點差 不會 觀看完全是非常OK的 挺OK的 是 我們現在這個又是做了一個交標的 鋼管轄防火棉 五合一的指紋鎖 即是所見即所得 沒錯 包括我們的面板 這些都是西門子的品牌 現在 進來直望露台 是的 直望露台 又是過了客飯廳 這個客飯廳幾闊 同樣都是 一個3米18的開間 3米8乘3米15 這邊的層高畫省矮一點 多少少 多高呢 2米9 2米9 OK 然後看出來 但是 景觀和剛才我們見到那些大一點的單位 差不了多遠 都不輸涉 都是完全無遮擋望 而且這個還可以看著大橋 是的 這個最大之餘的優勢就是 你看山又看海 看山又看海 是的 對 然後這邊 前面我見到很大塊吉地 是甚麼 前面這裏 後期我們會建別墅 前面也是別墅 因為我們 你也知道 我們用得這麼多錢 買這個海經單位 我計算以後都是這樣 所以別墅的話 我們就不用擔心 前面會不會有樓建 然後這個路桌多長 我們這個長度是6米多 都是6米多 是的 其實跟剛才的115插 是的 沒錯 然後呢 這裏都是 好像這裏是一間房間的 是的 房間的 它闊度都有成兩位 咪板 都可以建一個玻璃房 可以做娛樂室 是的 沒錯 你看看 那裏面呢 雖然說我們的景觀是重要的 但裏面也要看看它夠不夠正 同樣 好像你剛才說的 都是很扯封的 是的 很敏的 然後這個位置 除房間的位置 除房間的位置 相對來說 會比其他單位 可能會比較小一點 是的 因為它的面積本身也比較小 面積本身也比較小 OK 那包裝修就完成了 沒錯 除房間是望山的 是的 然後三間房間 是的 三間房間 沒錯 這裡就一間客房 落地窗落地門 沒錯 望海景 嗯 這個方向其實朝什麼 南的 朝南鄉 南鄉 其實也看到人家 可以拿著遊艇 是的 真的在住燈袋 可能會參加 可以出去釣魚 這裡衛生間有沒有一樣 其實裝修標準應該是一樣 你現在所見即所得 我們現在這個就交標 哇 這個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這個叫二間一房 這個就是以勞退形式報件的 這個就是半陣封 裝修好了 就是這裡 不過你也要覆蓋窗了 兩邊採光 兩邊看光 是的 而且是沒有儲位 嗯 這間房 是的 前面有什麼來的 那後期我們這邊就是我們的發展容力 高層的這邊 高層 但是這間是房 不是主人房 是的 就不會影響到主要的景點 這裡就是主人房 首先進來是衛生間 沒錯 我們掃一下鏡子給大家看看 是的 因為衛生間這些是一樣的 交流必準 最重要是看看它的主人房 是不是好像露台一樣 看的一模一樣 這麼漂亮 你包括今天天氣好 也有很多人玩一些翻船的 看看 是的 那邊也是玩翻船 這邊是有遊艇 然後左邊有個遊艇會碼頭 沒錯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正在那裡 所以整個單位看的景觀 我相信沒有幾個樓盤可以跟它揮露 當然 我們不然為什麼叫做維州灣一號 對不對 維州灣一號 是的 我想問一下 這個單位你剛才也有說 它是做特價入面 單價可以說是最便宜 最適合我們上車的一線海景 是的 那這個1000呎的單位是多少錢 我們現在做特價最便宜的126.6萬左右就有了 126.6萬 沒有說錯 126.6萬 是的 沒錯 就是這麼順利 咦 你一開始說它單價便宜 我說是景觀的差略 但進來看景觀原來這麼漂亮 是的 我就以為你說單價便宜 但是1000呎單位126萬 是的 1200元一尺買一線海景 其實就好像之前那樣 我有理解一個五期那裡 就是早期的 高密度一點的一個期數的單位 1000呎單位好像也要到達167萬 望海景 是的 沒錯 但是不望海才有這個價錢 是的 但是現在是 所以這個就非常順利的單位 周深說一下 126萬左右 就可以立刻上車這個1000呎的 一線海景三個單位 沒錯 不快點來搶 最高幾樓 我們現在最高都是一樣的 曬日 是的 最高都是曬日 如果你想看遠一點 當然是高一點 如果你說低一點樓層 都可以的 因為都是望海 沒錯 別墅三四五層而已 沒錯 所以本身價高了之後 123樓開始已經是望海了 是的 沒錯 這個單位我相信最適合我來做 想上車 又想要剛好水位的一線海景的單位 的客戶 是不是 或者前面的高層我們都看了 我們來看看現在賣的便宜一點的別墅 但是又好像很正的 看一看 現在我們看看豪宅的另一個漂配 就是我們的別墅 海景別墅 周先生麻煩你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別墅是200平的 它的建築面積 也就是房產證的面積是200平 但是可使用實用面積是500多平方 500多平 首先我聽說好像是包裝修 是的 而且包裝修 我們進來這一層是屬於別墅的負一層 是不是一樣的造成 我們膠樓是草坪 即是包裝修之後 花園也是草坪 膠樓草坪 單位裡面全部都是裝修好的 是 這樣就好一點 因為很多我們的別墅客戶 是草坪自己想做的 是的 而且它是車入戶的 是的 即是拍車位入戶 這裡可以拍到兩架車之餘 環有位置 沒錯 OK 再看看 進來這裡開始就是包裝修 是的 大門就是這裡 是的 一樣的大門都是這樣的玻璃門 是的 都是這樣的 膠樓 我們的膠樓除了軟裝模 然後牆體就像這種暖色系的魚膠塵 我想問因為它的大門不是那種我們平時的大門 玻璃門入戶 會不會擔心安保方面的問題 其實因為我們這裡的設計是負一樓 是 我們這邊的 其實這裡才是真正的 可以說是屬於鐵閘 是的 是鐵閘 這裡就屬於你自己的私家花園裡面 所以這個就OK的 以及我們用的是自己的物業 這個是安保這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因為我們可能買了一間單位 我們不是每天住的 是的 明白 那麼大一間房子 我走開了都有點害怕的 沒錯 OK 安保好就最重要了 然後這裡是一樓是做什麼呢 這裡是負一樓 負一樓這邊就是一個會客廳 然後這裡會有餐廳 這裡有餐廳 沒錯 餐廳廚房位 廚房位 這裡就是我們平時作客的地方 就是要接待的地方 沒錯 是的 那包裝修又是怎樣 廚房裡面看到這些都是我們的膠標 這是老闆牌子的廚具 是的 還有這些櫃子 全部都是幫你做好 OK 這些不用說了 它平層的膠標標準都高了 成果之下 那比上膠標標準只會更高 不會低 是的 雙升凡設計 這一個就真是大會客廳了 是的 這不是說客廳 而是說會客廳 是的 沒錯 坐在這裡 簡直就是 試試 怎樣坐都可以 試試 我坐在一張單人座的 在這裡說話 應該大家都要看著我 沒錯 是的 這是唯一一次機會 是的 這個別墅有幾層 這個別墅有四層 四層 這個負一層全層送 但是四層樓 住別墅可能要爬樓梯 我們有些不方便的要怎樣 你放心我們是有預留電梯的位置 預留電梯的位置 這裏是樓梯 沒錯 後期會預留一個裝電梯的地方 後期會主持的架裝就可以 即是自己裝一部電梯就可以了 沒錯 但位置電梯頂就做好了 沒錯 我們看看負一樓 先看看這裡 這裡這麼骨子 因為負一樓 它就簡單地做了一個洗手間的位置 即是簡單地上洗手 就不做淋浴了 沒錯 OK 這個很大 我們陽板間就做了一個影音室 或者說高爾夫的練習球室 廢就憑 平時可以在這裡廢一廢 你可以試一試嗎 不用了 不見醜了 多謝 如果說這個別墅製作高爾夫的練習室 都可以說是錄音之上 沒錯 沒錯 那位別墅 沒錯 我們應該不試電梯 如果是電梯的話 因為是自己弄的 我們走回樓梯 樓梯的設計都是一樣 你看到的話就是膠標 這裡是甚麼 這裡倒是一個窗位 你看到哪裏 因為我們的別墅是商品中間或是一個中空位 即是一個中空位 來到這裡就是一樓 這裡是一樓的布局 還有這個一樓 我們上到這裡的書房 有甚麼特別呢 這個書房夠大 真正的書箱門帝 這些才叫寒門出身 寒門是窮了的貴族 我們在看這個一樓之前要看一個比較特別的 我們這個樓梯可以說是接近360度的一個樓梯 就差另外的一樓梯 這裡是連通前面的 連通的 是的 這個樓梯是全層送不計面積 那你平時如果喜歡養食寵物 猫猫狗狗 還有你想養金魚 仰魚 這麼大的海 是 這是這個地方可以建一個水潜 我可以養 Wamalим 金魚 我可以建一個寵物天地 沒錯 養貢猫狗狗 wrist 回到這裏才是樓梯 真的360度 是的 來到這裏 而且我圍繞著這一個樓梯 可以看到 一直看到海 沒錯 海景別墅 街坊有多好看見海景別墅 因為我們平時看見的海景 就算有別墅可能是在裏面 但為何會看到海 可否說一下 我們這裏 因為我們這裏 我們這裏有別墅的設計 其實大家不要覺得後排就沒有海景 因為我們是梯級建築 即是衣生意 後面的高度會比前面高 即是半山上去 譬如我們那裏的第四排 三四層那裏的景色是非常漂亮 已經高於前面的頂 所以別墅也可以做海景 而且這個路台 我們剛才看過這麼多平層 都不夠的一個別墅 當然 進來這裏 有不一樣的一個功能分區 進來一點 這邊就是茶室飲茶的地方 茶室飲茶的地方 而且配合洗手間一定要有洗手間 喝茶喝得多 每一層都有洗手間 沒錯 這個又沒有做淋浴的 只做了洗手間 對 如果要淋浴可能後期自己加 要淋浴的垂房和客房才有 這邊的話就是享受喝酒 平常在這裡喝一杯 沒有一個工人不行 我自己行那麼多的路要自己沖上茶不行 喝酒的話可以的 放進去 然後這裡再放自己的珍藏品 不得了 鎖住它 對 然後你可以看 欣賞一下 眼看守蜜洞 譬如我是一個古董 當然是眼看守蜜洞 讓我可以給朋友觀看 沒錯 這個就是一樓 我們現在就去二樓 二樓的話 它的佈局就是一個客房 這邊的話 也是比較奇利 因為這邊的話會有兩個房間 兩間房 即二樓有兩間房 看看這邊 而且也是套房 套房 這間房不小 是的 而且套房的衛生間也很大 這個企功夠大 其實可否可以做到一個打斜的浴缸 可以 打斜的浴缸 沒有問題 所以房間的面積 衛生間夠舒服 而且這個房間有一個特別的 有一個露台 這間房單獨一個露台 是的 都是可以看到海 是的 即是我在這間房間 都可以看到海 這個景觀不得了 而且這個露台夠大 我可以撥出來嗎 是的 我可以撥出來 整大間房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 再過來這邊 就是另外一間房 這間就看個人的布局 做主人房也可以 即是這間不是主人房 看個人的布局 是的 這三樓才是主人房 這間很大 是的 這裡又有衣服間 沒錯 這裡的衣服間 夠大、夠深 然後下面 外面這裡 這裡就非常大 梳化床 再帶一個超大露台 而且 這個房間有一個很特別的 別墅大家見過 別墅帶桑拿房 不知道有沒有見過 別墅帶桑拿房 是的 平時 去一下濕氣 在這裏蒸一蒸 書筋又會下 很激 蒸完之後 旁邊再沖個涼 而且看著海蒸 是的 看著海景蒸 不知道能否拍到出來 看著海景沖涼 或者蒸桑拿 然後這裡已經做了兩個洗濕盤 兩個洗面盤 沒錯 然後分離 是否裝飾又不一樣 對 裡面這個裝飾 這個就沒有 梳藍房沒有 對 有人以為它标背又沒有梳藍房 這麼特別 然後它還會有一個露台 對 沒錯 各位街坊可以看嗎 哇 這個露台有10米有沒有 差不多 差不多10米一個大露台 色澱 色澱 遙椅 看著外面 可以過來看這邊 是的 再加上一張 放兩杯咖啡 或者說紅酒 可以洗去咖啡酒吧 這個就是… 你的朋友想喝兩杯咖啡 就去那間房間坐 這個也不是主人房 因為這些別墅要有海景 我們現在時不宜遲 上去三樓的這個 三樓有幾間房間? 一間的 整個三樓做一間房? 對,這邊是獨立的 這邊是獨立的 整個三樓做一間房 這邊是一個超級大的露台 外面是甚麼地方? 這裡是露台 這一層只有一個房間 這裡是入露台? 對 房間是衛生間 衛生間的位置不算太大 沒有下面的大 對 這裡是全落地的中控玻璃 剛才下面的房間外面有露台 對 它就是落地玻璃 沒錯 好像它的景觀也是更漂亮 對 它的定位不一樣 因為它高一點 對 它的房間是落地玻璃 先看看這一層的露台 這間房間大小 我應該不需要和大家詳細說 這個露台 完全可以選擇兩間房間出來 之餘還有 我只兩間房間 這裡做了一個按摩浴缸 我就說剛才入面為何這麼小 衛生間 浴缸都沒有 原來做在這裡 對 你在這裡 看看鴛鴦肉 看著海景 好 不想走 可不可以放些水給我 在這裡提前試一試 如果擔心別人看你 你就做一間玻璃房 沒錯 穿衣服 記得穿衣服 穿衣服 這邊呢 對 即是這邊可以走過來 對 單獨可以做一個自己洗衣機 對 洗衣機 空衣機 放在這裡 可不可以封了 這裡 後期要和大家申請 封了它 我可以單獨 主人房所有東西都是自己處理 這間單位 這間單位 現在賣的 大約這隻積的 是多少錢呢 好像我們這隻積的話 現在做著一個特價優惠 最便宜的一套 500萬就可以擁有 特價優惠最便宜的一套 500萬 沒錯 先吹上那條說 好熱 在這裡說 500萬買一套這麼漂亮的海景別墅單位 平時我們500萬買別墅 如果買別墅 可能最多是買什麼 買山景 嗯哼 但我們現在500萬買別墅買海景 而且實用面積多少 我們的建築面積200 剛才有提到 大約550萬 550平 實用550平 你計算花園 沒錯 所有花園露台 反正你用到的一個積 550平 那究竟有多實用呢 我相信大家已經看到了 嗯哼 而且景觀有多漂亮呢 大家都看到 最重要是甚麼 它全包裝修 沒錯 它不用自己煩 我們香港朋友 想買別墅 如果買這裏 你回來就真正是 即我們幫你安排好 傢俬家電 回來真正是 直接入住 嗯哼 很方便 那我想問一下 買這些單位的客戶 甚麼比較多 其實你首先 你喜歡的那些 即是改善的 即是改善的 即是平時我住在大便鎮 或者我沒有買過別墅 還有家人比較多 想回來大灣區退休 而且我們這個別墅 有個好處 可以做香港直態 都可以做香港直態 當然 那我們坐下 慢慢談完最後少少事 阻擋你少少時間 周先生 先訂定位 我們現在的位置 就在這裏 我們的營銷中心 這裏就是五期維廣灣 我們現在第六期就在右手邊 即是現在買的 我們說的樓王 就在第六期 沒錯 我們這個第六期 叫做維廣半島 這個一共八十七棟 我們這個六期 首先我們會有兩個產品 一個是別墅 我們剛才介紹 另一個是高產 其實這個六十一棟 它裏面有兩個單元是分開的 沒錯 不是說互通的 是的 然後有一個單元是兩梯 兩間單位 兩梯兩房 有一個單元是兩梯三房 沒錯 那我就明白了 我們現在一共是五十九 六十六一 六二都有 我們最小的面積是一百平方 即是一千尺左右 最大是兩百平方 好像我們六十一六十二 這些一線無地可見 這裏就會有細積分佈 一百一十五平 三房 即是兩次 還有四房 一百四十五 以及我們這邊二單元 會有一個接近兩百平 一百九十三平 就是這兩個單位 然後後邊那兩道 五十九 六十棟 那些的話 我們最細面積是一百平方 我們好像前排這些的話 它的起價就向一萬六左右 前排一萬六左右 包括裝修嗎 是的 一萬六到一萬八 好 那後排這邊的話 最便宜的話 一萬三千五也可以有 那我們六期的話 它的管理費 是跟我們五期的價錢一樣 多少錢呢 兩元六一平方 那收樓時間呢 好像我們這三棟的話 就這麼明年的年底就可以交流 維港本島這邊 它的層高也是按照豪宅來建設 三米一五的一個層高 三米一五的層高 然後最高到幾樓 我們最高三十一層 我們這裏有個高速 六高速五分鐘 直至走這條橋 就可以回到家 即是不需要擔憂 有塞車的這種情況 因為我現在過來 我們現在七月份 其實都很多人 我們這邊的話 回深圳或者說回香港 我們這邊有什麼交通的選擇呢 那首先我們這個項目的話 它周邊的話 會有三個高速口 那這三個高速口 基本上都是十分鐘的車程 那時駕的話 都是全程高速 走這個衛生原海高速 大概一小時十分鐘 就可以回到路 那我們這個項目的話 我們會有熱主的巴士 最早的一趟是早上的六點四十分鐘 那最晚的話 我們疫情之前 最晚的一趟是晚上的十點四十分鐘 回到深圳羅湖 回到深圳羅湖 是的 沒錯 那我們的票價是四十元 成為了我們熱主的 還有Discard 還需要25元 通關之後 我們都會有巴士是直達香港的 那我們是直達香港的九龍塘 以及粉嶺 因為我們是直達的 大概是兩個半小時 那還有我們這個項目的話 周邊還有兩個高鐵站 那一個是維州南 一個是維東站 那這兩個高鐵站 距離我們的項目的時間 大概是二十到二十五分鐘 是有直達香港西九龍的一個高鐵 西九高鐵通過 是呀 沒錯 每天會有六堂 通了沒有 因為現在疫情的原因 以前疫情之前 我們每天都會有 十里銀坦是處於 維州的哪一個區 我們是屬於維州市的維東縣 維東 是所處維州的南部 我們會有屋苑的一個巴士 屋苑的巴士 現在互相穿梭於我們的一旗 二旗 三旗這邊 直接在我們這個沙拉布 樓下就直接可以上車 可以穿梭整個屋苑 包括你平時去買菜 都是可以坐屋苑的巴士 基本上就大概15-20分鐘 一般 其實都算是方便 配套畫 就集中在現在三旗這邊 好像我們大型的一個農牙市場 我們會有三個 我們這裡是會有一個獨立的海鮮市場 我們這裡會有一個阿婆作菜市場 也是非常大的一個農牙市場 又大一點 是的 這裡過去都是幾分鐘的一個車程畫 就可以到這邊 首先我們這裡會有社區醫院 好像前期的熱主 例如老人家、小朋友、頭暈、發燒、跌打 這樣就可以來到這個社區醫院 就非常方便 如果平時喜歡運動 打邊坑、籃球、羽毛球 直至可以來到這個體育館 就可以非常方便 還有我們這邊 我們的一個教育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十里銀灘國際學校 我們粵東地區首個 得到國際民憑組織IB認證 我們這裡會有香港DSE的課程 我們2014年就已經開學了 有些什麼 即是小學、中學 我們這個校是由小學 初中、高中都有的 都有了 即是一個國際學校 沒錯 基建、配套這些越來越好的情況下 我相信未來都是 真的越來越多人去住 我最後再問一些我們相關的問題 就是你剛才提到的 其實別稅就算是500萬也好 它都可以做香港直貸 沒錯 那是不是一樣是四成首期 是的 只要你首套房都是首扶四成 承低的話 以港幣的形式做貸款 然後整個樓盤也是 如果做香港直貸 利息就三多元 沒錯 然後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們做香港直貸 有沒有說香港朋友 香港街坊 是審批通過在公司 或者是要什麼資料呢 有的 我們說很多香港街坊 買了我們這邊 都已經有很多 即是他們都是做這個直貸 還有如果我們做這個案件 其實資料很簡單 首先如果做我們審批之前 要提供你的稅單 收入證明 以及到時銀行會 提供一些 譬如環球信用報告這些 還有我們會有 你需要在香港的律師所 和內地的律所 做一個公證委託 內地這邊就是公證委託 去做一些余底� 還有幫忙辦稅 香港那邊就做一些委託 結會這些 我們全程話都會有專人 去跟進這些事的 所有的手續全程在香港 不需要過你延長的 如果喜歡我們今期的節目 介紹這些單位的話 記得叫我們92906663 或者是上我們太子展銷廳 我們會有同事 和你詳細說回這個海景 究竟有多漂亮 謝謝周先生 我們介紹得非常長的 我們介紹得非常長的 和你詳細說回這個海景 究竟有多漂亮 沒錯 謝謝周先生 我們介紹得非常長的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